這個 這個 好 謝謝 開始了嗎 大家好 我是 我叫斑斑 那我今天的提案是LINEBAR市容幫手 我會有這個想法是因為 我認識很多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那他們平常的工作其實是 在外面跟里長或是市民做接觸 幫他們解決很多 欸 怎麼會這樣 喔 欸 好 剛剛不算時間吧 好 我繼續講 就是 反正他們平常的工作就是要幫很多市民 解決很多大小問題 那現在台北市政府它有1999大家都聽過 它就是所謂的Hello台北 就是你有任何問題就透過這個管道去找政府講 但問題是其實很多長輩 或者是不熟悉這些見面的人 他們其實會透過里長或者是一些管道來反應 對 那所以里長其實他也算是市民 廣義上的市民 只是他要幫里民去解決很多大小問題 像什麼公園路燈樹木你想得到 他幾乎都要想辦法去解決 那對里長來說 他的工具 1999之外還有認識的民意代表 但對他來講最直覺的工具其實是LINE 所以台北市政府它其實有創立 所以每一個行政區都有一個里長群組 那里長有問題就把問題丟到群組上面 那機關的人看到就趕快去回覆 但問題是說這樣的效率非常非常的差 因為訊息每天是幾百折在洗版 都沒有出現 反正就是 我是希望說可以做一個LINEBAR的機器人在裡面 那他可以有效的去引導里長說 你要回什麼樣的正確的資訊給機關的人 他去幫你解決 比如說有路燈有沒有亮這種問題 那機關的人就有效率的去 對應里長的問題去做回覆 就是讓兩邊的溝通不要有誤差 喔好 對 所以這是我的 我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對 那再來是說 我希望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里長會用 是擴大到一般的市民 去補足現在1999不足的地方 那我需要的能力是說 就是你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來跟我討論 像議員啊或是局長 其實也很歡迎跟你們去討論 對 那再來就是最重要 是要有LINEBAR的工程師 然後再來是說 我今天有準備很多相關的實境的對話 只是現在時間不夠沒有辦法 播出來給大家看 那你們看完之後就會更了解 就是實際上要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好謝謝大家 我在那邊第三桌 剛忘了說就是有上來 就是提案的話請拿一個坑主避障 對 好 然後接下來下一組 大家還記得下一組的阿美語怎麼講嗎 那我要先請下兩組 下兩組一個是FLY 一個是Irving 請來旁邊等一下 然後請大家看直播或者看專案列表的簡報 你直接講 那因為今天的那個投影機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有點低 所以下面可能看不到地方的話 就請大家看一下直播 或者上那個專案列表裡面 然後有那個簡報可以看 謝謝 各位好 我是Michael 我就是 現在是要做一個所謂的電腦 然後連續撤入那個十幾台的新聞頻道的一個專案 然後我已經做了前面一段時間了 所以現在還是需要一些朋友們幫忙 大意在這邊有寫 我就不重複寫 然後那個 剛剛的提案表也有一個晚頁 就解釋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設備比較貴一點 所以需要群眾募資才能做這件事情 你們看到就是像這樣子設備 在前陣子實驗的結果 硬碟也是要買很多 譬如說存五個月 大概算一算也要一萬多塊錢 至少要 不是喔 大概要三萬多塊錢的硬碟的錢 你們看到的是東西啦 但是我看到的是錢啦 不好意思 募資的話大概起碼也要二十萬 才能啟動這個計畫 然後新聞的話 其實去年大家都知道這個 外交官自殺的事情 那就是 或者是去年 我相信在場可能有人去搶衛生紙 或者是那個 有人在那邊講說 有丟了兩百萬噸 還是兩百萬斤的那個 在水庫裡面丟文旦 這個都還在啊 重點就是這樣 重點就是說 這些名嘴 或者是新聞頻道 雖然我的主題是 新聞的品質啦 但是我這一次募資的TA 是那個對付紅色媒體啦 就是 不斷會 謠言 會不斷的說 就名嘴在說啦 當然名嘴上 政論節目是演戲 演給大家看的 除了公事有話好說之外 那當然我希望總統 不一定是這個關頭啦 總統是自我要求高的人 至於說是不是這家 電視台說的這個樣子 就不知道了 OK 那所以就是 需要的人 大概像這些人 那 剛剛的 參與這個問題的是 錢的問題 還有我現在手上的設備 大概七八萬的設備 都已經有了 所以 參與的人需要花點 專業補足我補足的地方 花時間而已 大概就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技術啦 有時候需要花時間 整理影片 然後我只順帶一提就是說 各路人馬都在對付這些謠言的問題 我上個月去支撤會開了兩次會 他們那邊也有十幾個人 有個team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 大概我只是略帶一提而已 下午的話我有一個短講 會把這些背後的原因 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大概就這樣 謝謝各位